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英国已经一个月了 是时候要计算我们这个月花了多少钱 究竟英国的生活指数是否我们想象中这么高呢 我就把我的支出拆开了五个部分 第一是我们在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洗费 看回记录我们去了13次超级市场 主要都是购买食物和日常用品 一家三口一个月总共花了511磅 第二就是我们叫外买的费用 主要都是我们在隔离10天的时候叫了四餐外买 隔离就是63磅 给个提示大家就是当你第一次用英国电话 登记Uber East的时候 是会头一单减15磅的 两单我们加上就省了30磅了 第三就是服务了 我们的电话卡是用Gifgaf这个服务箱 因为我们在香港都可以购买到这一张SIM卡 早在上年12月我们已经开通了英国的电话号码 它的月费就是很多款的 5G的网络最便宜由10磅到35磅 那我们分别就买了一个25G的Data 和一个100G的Data 加上就35磅 遲些找到落脚地装了宽频 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费用 第四就是我们交通支出 我们买了一辆车之后我们需要充电 充电的费用 在公共充电站的收费是大约每道电30磅 遲些如果找到屋的时候 可以低到每道电5磅 走了450个Miles 用了38.7磅 第五就是我们宠物的支出 买猫粮买猫砂之类 一共花了51磅 还有一些大型的支出 例如买车 买车座 住宿 那我就没有放在今次这条影片那里 加上以上五行 总共我们这个月的花费是708磅左右 那围起港资乘11的话 大概是7800元一个月 好了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我们来英国一个月的花费 给大家参考一下 下条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